故宮神品至寶展 六月份在日本東博開展 翠玉白菜到日本展覽 真的是紅到不行 而在八月初故宮將會有六件書畫 包括蘇東坡的韓石鐵 將會換展 這也讓日本人相當的期待 而且呢 這一次總統夫人周美清 她這次會親自出席了 還會帶著台灣原聲同聲合唱團 布農族的歌聲到日本 預計後前就會出發 日本東博外 搶看翠玉白菜的人潮 從館內一路排到館外 想看一眼得等上好幾個小時 只是上個月的展出場景 除了大獲好評 更曾引發故宮頭銜爭議 讓整場展出未登場先轟動 8月5號第二波的神品至寶 也將接力登場 日本的朋友們 對於蘇東坡的韓石鐵 是多麼的重視 所以東坡他們就決定 要做這個內部觀覽會 第二波展出的重要作品 包括宋朝詩人 蘇氏 韓石鐵 無拘的書七言絕句 宋人 江樊三世 謀義 島一圖 以及馬林 靜聽松風圖和 五元職 赤壁圖等等 就是看準日本愛書法的人口眾多 預料韓石鐵將成為 繼翠玉白菜後的下一個人氣展品 翠玉白菜是一個新興的明星 他是普遍於一般民眾 所喜歡的東西 但是日本的一個具有漢學修養的 這個文人雅士 有教養的人這一部分 對蘇東坡帶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存在 在當地人心中 具有一定地位的韓石鐵 預料將再掀起另一波觀賞高峰 而這趟展覽總統夫人周美卿也將隨行 是不是就代表了這一次 故宮的頭銜爭議已經不會再發生了 他都已經跟我們做了保證 絕對會遵照 依照我們的契約來重施 保證頭銜爭議已經過去 上一次差點引發台日外交風暴 故宮這一次似乎卯足了全力 想要降攻折罪 UDTV 林化吳登麗 台北報導